民眾的這句加油 讓顏寬恆內心五味雜陳 因為父子倆出席餐序 當下 臺中地檢署發布消息 正式起訴顏寬恆 檢察官一口氣起訴三項罪嫌 其中最令人意外的就是涉嫌貪污罪 被檢察官認定 詐領國會助理費 事件關鍵角色之一 就是院裡營造的負責人林靜芙 對案情沒有現身回應 檢察官在搜索行動中 搜出林靜芙妻子的記帳文件 這一張代收林靜芙 立法院薪資明細表 總金額108萬多元 另一張則是馬沙拉蒂 與馬自達車款代付費用表 還有一張严董代收代付總表 列入代收立院薪資的108萬 收入明細加總是1408萬 至於支出 由馬沙拉蒂尾款代付 馬自達車款代付 勞健保與立委補選活動費 總支出是1747萬 兩項扣除後 結果還是負338萬 顏寬恆當下保持沉默 辦公室助理則發出聲明 林靜芙曾擔任助理 助理費都會進林靜芙的私人帳戶 他確實也在地方服務相親 根本沒有詐領助理費的問題 原先聚焦的豪宅爭議 檢察官對嚴寬恆與林靜芙 作出三罪起訴 史料未及 法庭上將在位助理費 角力攻防 3015中部綜合報導